给予台湾护照免签证待遇国家 从去年底的171国降到了166国 外交部表示不排除跟中国打压有关 而这情况恐怕还没完 学者也分析除了护照无效化 恐怕还会有让台湾邦交国断光的情况 甚至在联合国强推中方解释的联大2758号决议 包括政治经济外交 以及这个混合战里面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的这种 跟资讯跟网络有关的认知作战 也对整个国际社会 造成这个舆论跟心理上的恫吓 比军事还少的成本来达到 这个对台统一的效果 面对中国步步进逼 各国也陆续发声挺台 纽西兰总理卢克森与南韩总统 尹席越会舞 发布联合声明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有了国际友人的支持 台湾也得加强自身实力 以及跟盟友对话 像是加入多边对话框架 并且建立自己的印太战略论述 APEC是台湾参加的一个重要平台 虽然尽管经济为主 但是也能提升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地位 以及能见度 这个全球合作际训练架构 是台美日等国推动的一个合作平台 还有相跟理他对话 则是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论坛之一 国际上针对台海问题都有表达关切 而下一步如何让盟友的关切变成共同行动 也是台湾未来战略思考方向 三立新闻城市熊阳指玉台北报导